蓝球巨星科比及其二女儿 今年1月26日 因直升机坠毁丧生 并无数人为之恶案 据多家外媒报道 近科比之后 3月24日 在智利科林 又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 演员Rodrigo Ratchett 在该事故中丧生 年纪46岁 Kolina的领导证实 本周二下午 前13频道电视演员Rodrigo Ratchett 在这几事故中遇难 Rodrigo Ratchett 所在社区的负责人说 Rodrigo Ratchett 几年前与家人一起住在该地区 据我所知 他已经为朋友们驾驶直升机很长时间 好吧 今天 我不得不应看宣布这是一场悲剧 这场悲剧毒走了他的生命 对他表示沉痛哀悼 当地州长在接受采访时称 该事件发生在下午3点半左右 另有报道说事故是发生在下午5点50分左右 该男子是唯一成员 独自驾驶飞机 坠毁 在一所房屋的前院 事故发生后 相关部门抵达事故现场展开调查 医疗急救人员也清零现场检查尸体 并将进行严谨的验尸程序 还有媒体曝光了一张现场照片 可以清晰看到院子里散落的飞机已经碎成几节 庆幸的是 现场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Rodrigo Lachet 在90年代是智利小有名气的一名演员 曾在阿雷格里沙 月神和爱妮等多部肥皂之中饰演主角 在影艺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的时候 他忽然气眼层伤 这形成为企业家 从其多年驾驶直升机的经历来看 他应该也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 此外 Rodrigo Lachet 已婚 是三个女儿的父亲 我们也将一直追踪事故的更多细节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